台中新社花海节开幕第一天 今天是交通塞爆了 主办单位预估呢 一个月可以吸引265万人次 人潮就是前潮 许多周边的摊商都来 抢占摆摊子 还有附近的农田菜也不种了 铺上了帆布当成的停车场 一天可以净赚2万块钱 相机手机人手艺机 自拍合照对花拍 台中新社花海开幕第一天 放眼望去一整片35公顷的花海 预计为期一个月就能吸引265万的人潮 带来17亿的商机 还感觉还不错啊 比较丰富 天气好像没有很好 就没有蓝天 就是拍起来可能会比较暗一点 台中歌剧院也搬到了花海现场 立体花坦还有白海豚馆 香菇城堡 红花白花人比花椒 但是花海配人海 整场都是人人人急急急 民众想看花海得必须经过漫长的塞车等待 避免花海塞车警方在外围呢 就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管制 不过有些熟门熟路的民众呢 他们透过小路呢 还是把车子开到会场周围 就怕塞车坏性质 其实民众可以选择从东市石缸方向 往新社走 虽然还是会有点小塞 但利用小巷道 就能避开车潮 停好车后再搭乘接驳车 也能减少塞车时间 全部管制管制 人潮车潮都是前潮 周边停车场早就准备好 果园菜园现在也不中了 盖上帆布让民众停车 一辆车收一百元 一天就能有两万元的收入 弄完之后再种一些那个南瓜之类的 这个浓咸 吃了喝了煎的炸的花海碳商 一个月租金四万五 早就全都租出去 小蜜蜂碳商也推着车 卖起气球小只 一年一次的新社花海 民众赏花看花吃东西 为台中带来了观光人潮 也带入17亿的观光商机 这许佳是连远兵 SAG小组在台中的采访报道